你可能不知道鞋子可以多稀帕 有人私信我 不好了 耐克长满绿草 满满的绿草铺满鞋身 简直力道心慌 直接把草鞋提升了个档次 这还不算什么 下面这双鞋已经刷新了我的五官 这不就是我床里发霉的鞋子吗 这是把它放进乳胶漆重造 还是不小心踩到油漆了 敢穿出去的都是汉子 这还没完 下面这双鞋让你的脚就像没穿鞋一样 据说鞋子就像一片树叶 紧紧包裹你的脚 你甚至还能穿着它 感受泥土的松软 感受狮子的尖锐 要不咱们解放双脚不要穿鞋了吧 其实最秀的还是这一双全透明鞋子 晶莹剔透的外表 黑色的鞋带增色不少 就是穿起来感觉不咋地 还不如小时候穿的水鞋 还有全透明款式的 灰姑娘的水晶鞋都自愧不如 问过脚的感受吗 除了这个还有一款灰夜光的鞋子 呃在黑暗里绿到发光 幸好只是脚下绿 不是头上绿 据说这款鞋子还是限量版 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 你可能觉得上面的鞋都没啥 大招都等着最后放呢 这双糖果鞋怎么样 和和和 鞋子里还能装糖果 简直就是啊 奇葩他妈妈给奇葩开门 奇葩到家了 把糖果放在鞋子上 你敢吃吗 看到我40米的大刀都在颤抖 这款鞋子只能放糖 下面这款鞋子连CD都能放 穿上这双鞋 宛如穿上一个行走的音响 一边走路一边听歌 听起来好像很美好 但是鞋子是用来走路跑步的大哥 在鞋子底部放CD 你的叫同意吗 还不如直接在鞋子上 挂个迷你音响一起摇摆 最最最劲爆的鞋子 当然是这个了 好家伙 这到底是把鞋子设计成章鱼 还是直接把章鱼变成了鞋子 设计师的脑洞 还真是个无底洞 哦对了 这款还是15厘米高跟鞋 一般人估计驾驭不住 看到细节没有 各支屏幕都感觉脚痛 穿着两条章鱼出门 你就能成为整条街上最亮的自爱 好家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